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与您分享一篇最新的深入分析中国的文章 来自美国知名媒体大西洋杂志 他发表了中美问题专家 迈克尔·贝克利教授的深入解析文章 题为什么才会驱使中国开战 贝克利教授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 他的研究重点是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竞争 对于中美之间不断恶化的紧张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 美国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 但是贝克利教授认为 这句话本身就是看待中美关系的错误方式 因为他认为与北京的冷战已经在进行 相反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思考 美国能否阻止中国发起一场热战 文章写道 中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复兴主义大国 他决心通过让台湾与大陆统一 把东海和南海变成中国的 并且获取主导权 作为通向全球权力的垫脚石 从而使中国重新变得完整 自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记录 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缘政治利益面临严重的威胁时 北京不会等待被攻击 相反 他会首先开枪 以获得出其不一的优势 他甚至愿意与一个敌人进行代价高昂的战斗 以给其他旁观者上一课 众多学者分析了北京何时以及为何会使用武力 大多数人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那就是中国不是在有信心的时候 而是在担心敌人逼近的时候才会发动攻击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世界项目主任克里斯坦森认为 当中国共产党认为 其领土和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正在暴露 或者巩固对争议地区的控制机会窗口正在关闭时 他就会发动战争 无论中国的对手实力如何 这种模式都是成立的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 中国经常攻击实力超群的敌人 包括美国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在1950年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和日本人的暴行之后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 一贫如洗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 由于担心美国人将征服朝鲜 并且最终将朝鲜作为攻击中国的基地 中国还是攻打了前进中的美国军队 在随后扩大的朝鲜战争中 中国遭受了近一百万人的伤亡 并且受到了惩罚性的经济制裁 但是时至今日 北京仍然将这次干预 作为一次光荣的胜利来庆祝 认为它挡住了对中国的生存威胁 1962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袭击了印度军队 表面上看是因为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中国领土上 建立了前哨基地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中国共产党当时担心自己被印度人 美国人 苏联人和国民党包围 这些人在前几年都在中国附近增加了军事存在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中国分别在一九五四年到五五年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九五年至九六年 三次向台湾领土或其附近发射大炮或是导弹 几乎发动了战争 在每个案例中 目标都是阻止台湾与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或宣布独立 从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到 虽然每一个战争的决定都是复杂的 然而总体的行为模式是一致的 当面对永久失去领土控制权的前景时 中国就会转而采取武力行动 中国倾向于攻击一个敌人 以下退其他敌人 它很少事先发出警告或是等待对方的进攻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这种先发制人和突然袭击的模式 似乎已经被搁置了一段时间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 中国的军队没有打过一场大仗 中国的领导人深圳 中国是一个和平大国 但是贝克利教授指出 这几十年的和平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累积了巨大的影响力 并且从对手那里争取到优惠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 增长率极高 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和人工成本极低的生产平台 中国简直是好的不能再好 因此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讨好北京 美国将中国快速带入了主要的国际机构 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 从一九九一年到二零一九年 有半数的国家与中国解决了领土争端 还有二十多个国家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 以确保与北京的关系 中国正在不费一枪一弹推进自己的利益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作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引擎 中国的经济正在开始出现问题 从二零零七年到二零一九年 增长率下降了一半以上 生产率下降了百分之十以上 总体债务则激增了八倍 新冠疫情更是进一步拖累了增长 使北京的财政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除此之外中国的人口正在以毁灭性的速度老化 仅从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三五年 中国将失去七千万工作年龄的成年人 而增加一点三亿的老年人口 最近各国对中国的市场也不再这么着迷 而是更加担心其胁迫能力 随着中国监管的收紧 最近一个月内接连两家美国科技巨头 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先是美国的职场社交网站领英 今天雅虎也宣布 因为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困难 而完全退出中国 在地缘政治方面 各国由于担心 习近平可能会试图强迫统一 台湾正在收紧与美国的关系 并且改造其防御系统 日本一直在进行冷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现在正在考虑将国防开支翻倍 而印度正在中国的边界和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集结部队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正在扩大其空军 海军和海岸警卫队 澳大利亚正在向美国军队开放其北部海岸 并且获得远程导弹和核动力潜艇 法国 德国和英国正在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 数十个国家正在寻求将中国从其供应链中剔除 反华联盟正在激增 在全球范围内 民意调查也显示 对中国的恐惧和不信任 已经达到了冷战后的最高点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北京看到其轻松扩张的可能性正在缩小 它是否会开始诉诸于更多的武力手段 过去的三十年来 中国共产党花费了三万亿美元来建设一支军队 旨在击败中国的邻国同时削弱美国的力量 他也有这样的动机 除了增长放缓和逐渐被包围之外 中国在其最重要的领土争端中面临着机会之创的关闭 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不是什么秘密 习近平希望使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主导力量 西太平洋的热点地区尤其重要 台湾位于亚洲的中心地带 与华盛顿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都要经过东海和南海 而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 日本台湾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 他们的领土阻挡了北京进入太平洋深海的通道 中国共产党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重新吸收这些地区的基础上 并在中国人心中培养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全国新的节日都在提醒着中国人 外国人对中国土地的掠夺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使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 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 妥协是不可能的 2018年习近平对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蒂斯说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祖先留下的哪怕一寸领土 贝克利教授说 为可怕的2020年代做好准备 在这一时期 中国有强烈的动机去抢夺失去的土地 中国拥有宏大的领土目标 以及一种强调先下手为强的战略文化 当他意识到危险聚集时 就会大打出手 如果冲突真的爆发了 美国官员不应该对冲突的结局感到乐观 遏制或者扭转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侵略 可能需要大规模使用武力 而且从历史上看 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通常是长期的 而不是短期的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 中美战争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几乎没有出路 而且有可能升级 美国和他的盟友可以采取措施来威慑中国 比如说大幅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 在台湾海峡 东海和南海预先部署军事资产 以及其他努力 以展示其硬实力 确保中国不能轻易在突袭中击溃美国的战斗力 同时冷静的制定多边计划 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 以及可能的印度和英国 以应对中国的进攻 需要使北京意识到这种侵略的代价有多大 如果北京明白他不可能轻易或者廉价的赢得一场冲突 他可能会对发动冲突更加的谨慎 贝克里教授最后说 上述这些步骤中的大多数在技术上实现并不困难 利用的是今天已经有的能力 然而重要的是 他们需要思想上的转变 认识到美国及其盟友需要迅速关闭中国的军事机会之窗 这意味着 为一场很可能在2025年 而不是2035年开始的战争做好准备 而这又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愿和紧迫性 这才是迄今为止所缺乏的 也就是说 从长远来看 分析中国为什么要打仗 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打仗 才是了解应对中国有多么紧迫的关键 以上就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中美问题专家 迈克尔·贝克里教授 最新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什么才会驱使中国开战 不知道您对他的看法有什么意见 欢迎您在节目的下方留言并且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